而呢呢加上加世瑞科毕业成果展在30号的下午也热闹的登场了 优宝科服装科还有美容科的同学们都带来了专业的儿童戏剧表演和走秀 这一幕幕精彩的画面充分展现了同学们的专业和自信 校方就表示这一次的成果展从节目设计服装制作一直到整体造型 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设计完成的相当的不容易 能人加上12月30号校午举行加世类科联合毕业成果展 由幼儿保育科流行服饰科美容科的毕业生展现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游行服饰科同学表演的波西米亚 清纯的白色调 飘逸的全白 融入了层蝶蕾丝 流苏 镂空花等波西米亚特色 衣服除了保留传统还加上了创新与改变 美容科同学所带来的龙飞凤舞以古代龙凤两种吉祥物为元素 透过红色礼服呈现凤的古典婉约 黑色礼服表现龙的现代感 整场走秀气势磅礴 尤其这次同学们尝试利用青纸土 羽毛 水钻等相当多材质 来呈现龙凤造型更具有层次感 我们的特色是全部都是以青纸土捏束龙跟凤的造型出来 然后来做我们这次的造型 然后还有加上凤的羽毛呈现结合 那我们觉得这次我们做到的是很会玩青纸土的概念 所以我们学到了非常多 这次的毕业展 同学们从节目设计 服装制作到整体造型都是自己构思完成 业生表示站在灯光旋律的舞台很紧张但也很开心 虽然在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很辛苦 同学们经常意见不合 不过大家都努力的沟通 克服 希望能够带给台下的师长来宾最完美的演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情 那我们要一起完成这样的表演 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今天做到了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会让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事情 就是认真很久 然后站上去给自己家人看到最漂亮的一面 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呢还是从新生进来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三年所学 然后展现在今天的舞台上面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表演者 我们也不是伊林的model 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展演 在这几天非常的卖力的努力的付出 从零到现在的完整的全身的装扮 那发妆服装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不管是美容科 流行服饰科的走秀 或是幼保科热闹有趣的儿童戏剧 以默默的精彩画面 都将毕业生三年专业的学习成果 连离尽致的展现 记者陈平 张门奇 新店 财宝报导